中国大陆官方今天在公布十项优化的防疫措施 其中允许无症状 亲这患者能够居家隔离 确诊的密切接触者也可以选择居家或者是到集中隔离所 从白纸运动后大陆各地松绑 免查48小时核酸证明 实际执行上却有些混乱 比如北京超商 办公楼等免查核酸 但是不少餐厅却还没有接货上级通知可以复工 另外上海进购物中心不用看核酸 但是购物中心里头的餐厅却还是要求要有48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 走进超市民众迟疑了一下 上海官方宣布除了医疗机构 中小学等特殊场所 才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但实际执行却又搞得大家相当混乱 配合扫长所码 譬如进到购物中心只需要扫记录行动轨迹的长所码 但要到里头美食街餐厅吃饭 门闭号并临三 长所码 48小时核酸要进店 餐厅服务员要求要查验核酸证明 就连一旁手摇饮店外带饮料也要求看核酸证明 我们家是48小时之内 我每天还在做核酸 对 餐饮啊 有些还在要的 还是习惯的要做吧 你自己的身上还没有放松啊 中国大陆首都北京最新放宽 抽伤 办公大楼 机场行站楼等公共场所 以及居民社区也免查核酸 不过不少餐厅却还关门不营业 原因是还没接到上级通知可以不公 6号北京一天通报 新增感染还有近4000例 虽然表面上放宽防疫 但实际上各地在落实还是有估计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态度吧 就是现在疫情政策现在是确实松开了 但怕万一哪天就还会再收紧 不敢过度乐观 但大陆在白纸运动后 似乎有机会加速清零政策退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出发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前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指示明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优化疫情防控 完全媒体动态清零 7号大陆公布最新10项优化防疫措施 国家卫健委专家也没再强调清零 10项优化防疫措施中包括允许无症状 和轻症者能居家隔离 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可自行选择要5天居家隔离 或到集中隔离所 你在家里面吃一点这类的风热感冒的疏风清热解表 那个化石这一类的药 吃一些 只要一开始咳嗽了 有点轻微的咳嗽加重了 基本上你都进入了一个末期了 快好了 随着防疫政策调整 跨省市流动更减少管控 海南对外省来访人士不再实施分类管理 飞往海口三亚的机票预订量 立即增长两倍到三倍 上周六日来往广州机票预订量 也增长1.7倍 从重庆出发的机票预订量 更增长近十倍 湖南张家界一地方县长近日还拍影片 喊话在外游子回家过年得到高评价 如此氛围下还一连串的防疫松绑 外界推测大陆明年农历春节 可能是自疫情爆发以来 头一回不用再就地过年 TVBS新闻综合报道